大家好 隨著本地疫情逐漸悶和 大家涼體溫的日子總會過去 沒錯 接下來是涼體重的日子 所以接下來我又很忙 很忙 但說起忙 話說話 Vamsi 你覺得一年之中最忙是哪個月份呢 之前我是不清楚的 但今年2020年 我覺得三四月份真是最忙 因為小朋友不用上學 我一放我工作就回家 跟小朋友困獸鬥 這段日子我差不多多久 很快就會有好消息 因為由昨天開始 小學生都開始上學了 一切都會回復正常 希望吧 你知我女兒才三歲 今個學期她肯定沒有可以回家 不過澳門政府都在疫情 我們控制得特別好 我目前唯有期望靠場 游泳池 最重要的中央公園那條很長的樹下梯 可以快點開給我女兒去放電 給我休息 看來你真的很忙 忙到都不記得回答我的問題 等我開估吧 其實最忙的月份就是這個月 5月 5月 即是勞動節 勞動節只是開始 5月份總共有26個節日 那麼多 除了母親節之外 只是計上個星期 就已經有5月18號的國際博物館日 5月19號中國旅遊日 5月19號到26號全國遊戲週 5月22號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和世界多哥特寺 5月23號世界海歸日 和昨天的5月25號的毛巾日 嘩 這題是逐個說起的 可能5月的節日 說到6月都未完 不過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5月22號的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和5月23號的世界海歸日 我比較喜歡大展和小福物 是啊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是聯合國環境處 提議用來保護和可持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性主題紀念日 為了避免同10月2月 因為有很多的節日有衝突 所以聯合國大會 在2801號的決議入面 就決定了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定為每年的5月22號 今年已經是21屆了 而他們每一年的話題 都是各有特色的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表 非常好 我覺得看完這個表之後 我猜不到你真是薄學多才 我想知道那個世界海歸日 5月23號的世界海歸日 主要就是呼籲民眾 盡量少用這個塑膠製品 不要亂拋垃圾 和避免破壞棲息地這些行為 換起全球保護海歸的意識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這一幅照片 所以現在很多連鎖快餐店 和餐飲業都不再主動提供飲館 沒錯 其實不單是海龜 還有很多海鳥 海豚、蟹魚等等海生動物 都因為誤食了人類所丟棄的瓶蓋 尤其是各類的塑膠垃圾 而生命就這樣沒有了 生物應該是多樣性的 不是嗎 我們人類不可以這麼自私無事 其他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權利 大家試想想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我曾經說過 如果地球上沒有蜜蜂 人類只能再會多四年 因為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經濟作物 都必須要靠蜜蜂去播放他們的手分 所以我們人類真的不可以再這麼自私 大家要自備水瓶 自備玻璃盒 還有自備我們的塑膠袋 我們先從最基本的造戲 好嗎 Wamsi 你今天不同了 非常認真 是呀 接下來這句也很認真 如果有留言 她說 我以後都會自備水瓶 盡量都不再一次性的膠瓶的話 我們頭十位 我們澳門科學館 就會送出這十個科學館的水瓶給他們 當然是一人一個 嘩 好了Wamsi 不要忘記我們今天說的主題 醬醋茶 我們還沒說的 放心 說完海歸之後 今集我很認真 我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醬油的健康科學 醬油最重要是 除了好吃的味道之外 它最重要是什麼 沒有毒 蛤 醬油都會有毒的嗎 醬油都是煮菜必備的 醬油有沒有毒呢 就視乎你選擇了哪款醬油 我們根據2019年 香港生物科技檢測公司 水中銀 它檢測市面上47款醬油 發現到一成的樣本 它的急性動物測試 發現都是超標的 長期食用恐怕 引致心血圈的疾病 骨絡異常化等等的問題 不少的醬油產品 其實都無無惠惠的添加了很多 增味劑 防腐劑 人造色素 甜味劑 乳化劑 增調劑等等 甚至是酸鑑毒調節劑 等等不必要的添加成品 在讀理學的角度而言 這些添加劑全部都是增加 毒性風險的軟空之一 嘩 這麼大劑 是啊 買錯了都很大劑 不過又不用這麼擔心 測試裏面都有7款 大概是一成半的醬油 依然達到表現理想的級別 即是在急性毒素檢測上面 是表現理想 而同時不含有任何防腐劑 甜生味劑和食素 大家用心挑選吧 明白了 那醋呢 醋又有什麼問題呢 醋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大家食用上的量不太多 但我聽人家說 醋可以減肥和改善血糖 無論在減肥和改善血糖的研究方面 我調查過都是屬於小型的研究 如果大型研究確定它的功效之後 我們大家先可以更用心地去用多些醋 大家現在不需要一窩蜂去喝醋 不過我建議大家可以一窩蜂去用醋 因為醋是最好的天然清潔劑之一 因為醋是酸性的物質 比較適合用來溶解酸的污漬 例如水煲裏面的水垢或者瘦漬 甚至在廁所磁磚水面的毛群 也可以用醋來溶解洗澡或者殺死細菌 是的 我還聽聞坊間將醋和梳打粉混合一起 之後就會產生大量氣泡 清潔能力好像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它們混合一起的確看起來很厲害 不過這是一種的謬物 剛才提到醋是酸性的物質 但剛好你剛才提到的梳打粉 其實是一種藥間性的物質 如果兩者混合起來之後 它所放出來的二氧化碳的氣體 並不是代表它有清潔的作用 也不是特別強 只不過是它中和了醋酸和梳打粉 即是碳酸輕立 反而削弱了兩者本身它自身的清潔作用 原來是這樣 那梳打粉用來焗蛋糕和麵包之外 它的清潔作用又強不強呢 梳打粉本身都是一種天然的清潔劑 它的成分剛才提到 碳酸輕立本身就是一種鹽立 人體或者大自然都有這種成分 都是一種藥鹼性的物質 它主要本身有兩種的清潔功能 剛才提到梳打粉是藥鹼性 所以可以和油污 也就是脂肪氣毒化學的作用 令脂肪變成少量的肥皂 這些肥皂可以幫助油污或者脂肪溶於水 因此可以更容易達到去除油污的效果 第二點就是 因為如果小梳打 如果用顯微的暗體 它其實就是一些很尖銳的 一些很堅硬的一個結晶的火粒 加了水之後就會變成糊狀的漿 卻透過用力摩擦 就是简實說 就是蓋蓋 這個尖銳的粒子 就可以去除污漬 達到表面上去除頑固污漬的效果 原來是這樣 Ramsi 你今天認真上來 那麼厭爸 是啊 無論是男女 認真起來是特別有魅力的 不過 不過接著用來再有味道也沒有用 因為接著用來的topic我都不懂 因為我本身都不喝茶 不用怕 我除了喜歡研究紅酒之外 都喜歡研究一下茶 這碟茶就交給你了 好 撇開茶入面會有草酸 可能會導致會結石的疑慮 其實喝茶對身體還有很大的幫助 專家統計每天適量飲茶 就可以有六大好處 第一 降低心和腦血管疾病的風險 第二 控制血糖和預防糖尿病 第三 抗焦慮和減輕壓力 第四 防止壞牙和口臭 第五 可以控制體重和調節脂肪 第六 對老年癡癌有幫助 和可以改善記憶力 但也要記得有三個時間 盡量避免喝太濃的茶 第一 避免空腹喝茶 第二 避免酒後喝茶 第三 避免睡前喝茶 明白嗎 這條你也很有魅力 我已經明白了 雖然你明白了 不過我還未說完 之前香港思維會 在2019年針對市面上 包括瓶裝茶和台式奶茶等 做測試 發現不少都含糖量超高 他們在測試中 測試到每100克中就有10克是糖 即是說喝一杯 就大約已經是等於吃了50至80克的糖 非常之誇張 哇 那都是少喝為妙 我都是喝水最健康 無糖 是啊 不過市面上 其實還是有少量真是無糖的茶 但因為涉及到品牌 就可能要麻煩大家自行上網找問 我們今天連醬醋茶都說了 今天應該到此為止 不是呀 我們上一集有說到要下街訪問 是呀 本來我們真的要下街訪問 但昨天下午暴雨 小學生放了三個多月假 早上三個多小時 然後又放過假了 所以我們都不能下街訪問了 那不能下街訪問 不如不下街吧 我們做一個室內訪問吧 室內訪問? 好呀 那誰來才好呢 小學生又正在放假 不如來訪問一下監製先好嗎 監製不來呀 這裡的錄影室只有我和你 不如Wamsi 你先來吧 我來訪問一下你 訪問我嗎? 好呀 小學生可能沒有人看過這些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拍牆來吧 好嗎 拍牆? 好呀 不過誰是拍牆? 有請拍牆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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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Wamsi 這位是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明協會 和澳門創新發明協會會長黎柏強先生 大家好 原來是黎柏強會長 失敬失敬 你好 今集很榮幸請到黎會長上來 幫我們不是亂來 如果大家有看上星期本地的新聞 就會見到黎會長介紹抗疫新型口罩 不過這個口罩一出就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 你會長可不可以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好呀 這本產品是具一般的功能 可以避免病毒和有害物質的附著殘留 另外最大的特點是環保 是由防護罩和一次性噴溶布過濾膜組成的 其中這個防護護罩是用植膠去環保材料製造的 背帶非常出益 而且可以重溶 使用得 非常厲害 不過你說到環保這麼厲害 但我們坊間聽別人所說 尤其是市民大眾說 這個口罩最厲害的地方 不是環保的問題 他會覺得這個究竟是不是口罩 其實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想介紹一下 我這個口罩其實是一物二用的 當你現在我說話的時候 或者是吃東西或者喝水的時候 就可以把口罩推高 但如果你去到一些環境比較混濁空氣 或者需要防禦的時候 你可以把口罩向下拉 我變成這樣情況 他的覆蓋面就好過 口和鼻都覆蓋了 就是這樣 這個口罩我們這段時間 已經向建議局準備申請 在澳門市面銷售 未來會率先送給學校或者社團 這個口罩還有一件事 其實它可以留在一個地方 給一些企業或者單位印標 非常貼心 我相信各位看完之後都明白了 我們很希望這個抗疫新型口罩 盡快可以在澳門市面上見到 今天多謝澳門創新發明協會 黎柏強會長 我們時間又差不多了各位 下週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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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